我是拿督欧阳明霞本会大会主席 我们是世界华商务理企业管理协会 是以民企业家为主 组成的协会 为了标榜我们理性的伟大 所以这次以花购兰对我们的主题 花购兰是代付出金 终有孝顺 所以我们就命名花购兰爱女人 人知爱又会感恩的精神 筹备这次的公益活动 我们的公益活动筹到的上款 是要捐助给华校作为基金 贴补他们完善学校的设施 对华人学校有所贡献 这是我们做公益的精神 也是我们的目的 拿督蔡文青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有效心 而且很文明的企业家 我跟她商量 她马上同意 而且大力的支持 哪怕我最近得到的赞助商 时间很紧凑 大陆阿庸提醒我 要发扬光大我们的中华文化 并且她提到花木兰 也是我最崇拜的历史英雄 因为她的宗和校 对父亲对她的国家 那种忠心 我很佩服她 其实这个慈善 她也告诉我 是要捐给华校 既然母后邀请到我来助阵 我就一口答应她了 在进来的一个月前 大陆欧阳就 分发了一些照片给我 那么我就开一句话 木兰花 还有将军们 大家好 我是陈世荣 我是东盟经济技术 发展协会的创主席 关于做善事呢 很多同年级的 或者是同一辈的人都跟我说 等我成功了 我才来做善事 但我呼吁大家呢 就是物理善小而不为 所有东西不管你成功也好 做善事也好 都是以小做到大 你身边的事情 能够开始做 既然有机会 能够呈现了 我就呼吁大家呢 好多勇余地呈现 很高兴呢 这次可以跟四华 一起联办 我们这个花木兰晚宴 也很高兴 很谢谢各界的这个支持 尤其是拿渡蔡文青 让我们提供这些作画 来让大家参与 目的就是让大家各界中的生活中的花木兰 可以提倡他们 表扬他们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章主席王业医生 我是今天花木兰职业的顾问 也是世界华育副理企业家组织的顾问 非常高兴今天 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 今晚上呢 这个十三本宴 也是为教育来筹款 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容易 尤其是木兰职业 我们都知道木兰呢 也柔 也强 它是为了孝顺 为爸爸 而去当兵 今天我们照样还是木兰 因为我们还是要屋内 贤妻 养母 但是我们也是在外面呢 都非常的有潜能 有发展 所以今天的妇女都是木兰 所以今天木兰职业 为教育来筹款 是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章主席 Jesse Wong 我很荣幸可以为华社公益 尽点力 希望可以借此呼吁大家 多关注华社 为华社做点贡献 在此我也恭贺 和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旗馆协会 晚宴顺利举办成功 成为热心工艺的好点范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东盟经济机事出军会 领事长 南杜杨康 感谢大家参与今晚的时尚晚会 谢谢大家 我是富贵集团爱新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首先呢感谢 有关当局的邀请 参与这次的筹募的活动 这次的筹募呢 主要是为华校筹募的一些建设的基金 非常荣幸的来参与这次的盛会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海青 大家都叫我Calvin 我是一位旅居国外20年的马来西亚人 目前定居在澳门 在澳门的一家美资企业当高管 同时呢 也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在澳门 我本身也是华校生 所以觉得有机会参与今晚这个 花木兰爱因之业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能够为华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公益 做出一些捐献呢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今晚上我除了自己邀请了一些同事参与这个活动之外 我也把一些在澳门经商的马来西亚朋友 一起邀请到来了参加今晚的圣殿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中华女校的陈世荣校长 九龙坡中华女校呢 创立于1925年 那么呢 我校的学生大约有1000名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筹款 去要去建一个有盖活动中心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的学生 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呢 进行周会跟课外活动 那么我们去年的捐款呢 其实还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们还要建立一些室内的设备 比如说电灯 风扇 音响 跟一个舞台 那么今年呢我们有幸的认识到这个四华的拿督欧阳 那么拿督欧阳说要办一个花木兰爱与恩之宴来为我们学校筹款 我们非常感激 谢谢各位 热心的捐助给我的学校 让我完成这个有盖活动中心 让我完成这个有盖活动中心 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的旧的羽毛球场 那么呢工地呢现在这个工作呢正在开始的进行中 我希望呢这个有盖活动中心呢能够尽快的完成 小龙波中华女校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你捐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